作曲 李宗盛 我叫做Parl 我65歲 我叫做五妹 今年80歲 我叫阿郭 也只有76歲 我叫Mimi 我今年65歲 同志在华人社会中 通常指男同志,女同志,相性暖,夸性别,其他性小众 要研究同志的人口相对是困难 因为社会仍然对族群有很多标签和歧视 最近在英国有一个调查报告 估计到英国人口有2.5%至5.9%是同志 如果我把这个比例放在香港60岁或以上的人口 我们会得出大约有5万至11万 即是大约在100个人有2至6个是年长的同志 那些街坊以前很好,常常去旅行 一知道我是同志 他们就说,多努力 一直到现在都很少接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看副科 而这个医生是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性徐向 他就会这样问我 有没有跟男性有性交 人家说,没有 那没有,他就说,那行了 那你就不用做下体检查了 这件事是他剥削了我们 应该去做检查的权利 那我就试过去做一些身体检查 他给了一个女性的计划给我 其中一个项目就做个子宫抹片 那我自己本身都没有 那我就要求,反过来说 可不可以做一个男性通常都做一个前列腺癌 那个指标,那个测试 其实我有解释的 我体内仍然有前列腺癌 他们是有答应我做的 但到拿报告的时候 我想做一件事就没有做到 有一次在马嘉烈那样 我就告诉他 他就立刻找到那些部署隔离 遮住我 很多无事都不敢走到我 我们只是知道同志 其实已经不算是一种精神病了 但同志有什么需要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注意 就没有提及到 这班连长同志 其实他们是较为隐蔽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这班连长同志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习惯了 去收买自己的性倾向 所以到现在的时候 他们也不愿意来出柜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年长同志 其实都已经结婚 所以要他们去跟他们的老婆 或者他们的丈夫 或者他们的子女 甚至乎他们的孙 来到出柜是难上加难的 他们会很害怕别人 怎样看他 他们会很担心别人 问起他的家庭感情 婚姻子女 他们似乎是一种禁忌 亦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是比较怕 我估计用怕这个字 去一些主流的社会服务机构 例如长者地区中心 当初有社工上来 我害怕 所有我和人拍照 那些照片 我都全部收拾 我怕被社工见到之后 就连和我清洁都不敢来 那些社工 知道我喜欢男孩 又喜欢女孩 他看我的眼光是很怪的 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 或者他有些歧视的眼光 社工是这样对我们 我们何必要对他真诚说话 在社工的训练中 其实从来都没有一个课堂 或者从来没有一个界别 是特别提到性小众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都大胆估计 很多社工的同事或者同学 他们对于这方面 好像是一个未开发的地方 老人和性 其实一直以来 在香港的安劳服务里面 都是一个禁忌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对异性戀的夫妻 他们入住一些安劳院的时候 在香港来说 现在很多的安劳院 都会把他们两个分开来生活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无论是异性戀也好 根本他们都不会 如何将老人家和性戀在一起 更黄论是讨论性小众的问题 这个项目我们最希望可以做到的 就是建立一个桥梁 令到这些前线的社工和医疗人员 他们可以知道联长同志的存在 亦都可以了解到明白 他们面对到的困难和需要 甚至乎进一步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 其实长者同志的大部分需要 是和异性戀的长者是没有分别的 只不过当我们和他们沟通的时候 因为缺乏了敏感度 可能会令到同志长者在使用服务的时候 觉得不开心和抗拒的心态 我们比较难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亦都影响到我们的服务质素 其实都有些小技巧 例如一个已婚的公公或婆婆来到的时候 你就不要问你的老公或老婆呢 又可以转问你的伴侣呢 又或者一个跨性别人士来到的时候 你可以问你想我如何称呼你 不需要太复杂 我们做一些很简单的培训讲座 三个小时六个小时 其实已经让到大家 我有这个认识 他会懂得去转介给其他机构 或者其他相关的团体 他们应该是除去他们的 異性戀角度的看法 或者是在这个社会定型 什么叫正常和不正常 转和直两样东西都一样 男喜欢女 转的男喜欢男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项目 可以达到一个社会共用的愿景 是很希望这些年长同志 可以融入到现在现存的主流的安劳 和医疗服务里面 年轻人每一件事都很放松一点 平常深一点 因为我都知道你是很不开心的 不过都没办法 这个是人生的经历 你真的很傻 那时候为什么要生气自己 找个男人去拍拖呢 为什么要为这个社会变化呢 表面上很开心 但是回到家就深入了 你不用这样了 现在开心点了 事实是这样 我就要面对事实了 我现在是活出我自己 以前那个我 我都不太记得了 我要跟你说一声 拜拜 因为我们在这儿 上飞的时候 我可以谈整的人 有一点 我现在是余子 能伤感到 人有点 这一时 我叫你 我是 我自己 我再项 其他 我 我 我